看到有這個東西,你把它點兩下 然後呢,把它安裝起來之後的話 很多東西就通通看得到了 那就把它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應該裝這個軟體很簡單 裝完畢之後的話 因為它是一個VIP檔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把這個東西解出來 按右鍵,解壓說到,OK 那並且把這個東西裝完畢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時候你會發現呢 它會用這個東西來開 那這個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我把它點兩下打開來 可以看到有沒有 剛剛我們撰寫的程式有沒有 從這個public,static,void,man 一直到底下 這些程式嘛,有沒有 通通都出來了 那會有差別的就是,它有些地方它不會用那個Stream 它會用那個,就是叫Stream Builder 不過這個東西跟用Stream其實沒什麼兩樣 只是說串切 那還有這個東西有沒有 這個是一個unicode的內碼 那當然,如果說你要讓它顯示出來很簡單 你可以把這些,再建一個那個 你可以再建一個類別 然後把這個copy起來 再到我們的Java裡面 比如說我今天要把它run起來 直接把剛剛的程式嘛 當然它註解不會 應該到這裡吧 它的註解也不會進來 所以我如果把它重新再貼上 重新再跑一下 執行起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也會出現 有沒有 剛剛我的程式呢 通通都出來 那裡面呢